桃園的巴德一所公庙在元宵节举行了晚会 不过想不到找来的钢管女郎表演 不但穿着清凉在台上也失控 那么当众把一名男子的外裤脱掉 大胆的演出让现场所有人看傻眼 长发女子穿着黑色紧身衣露出修长眉腿 在台上扭腰白臀大跳钢管舞 台下发护声不断 现场气氛还倒不行 桃園巴德一所公庙在元宵节这天 举办康乐晚会 找来穿着清凉的女子大实录演出 整个人倒吊在钢管上长达十秒左右 永远不过瘾还找观众上台同乐 一名男子上台 长发女子在台上把男子身体当成钢管 整个人吊挂在上面 甚至当众脱掉男子上衣抽掉皮带 不过更精彩的还在后头 女子脱续演出在台上当场 把男子外裤扯下露出大红内裤 于此还一度拉下内裤 民众看了傻眼 拍下这段男子被突然的主动吓到 赶紧把裤子穿好 在我主阵以来 我一直不希望有这种 比较危害善良风气的一个演出 妙方表示没想到表演的舞者 会有如此大尺度的演出 警方当天也获报到场搜证 原本欢乐的晚会 却因为女舞者玩过头 让传统元宵节变了调 中天新闻黄鼠华 胡伟廷 桃园采访报道